今天做一個簡單的意大利麵食譜 番茄海蝦意大利麵 看我的頻道的人 都知道以前我拍過很多不同意大利麵的影片 今天我再拍這個影片 因為以前的影片我沒有說話 因為這個菜式是好吃的 所以我才想重新拍這個菜式 開始前我都說一說 意大利麵方面 通常我會用這隻牌子 大家去City Super有些東西都可以找到 如果沒有的話 你去普通的超市 我會找一隻叫…不知道… Dicisco Dicicco 這個牌子的意大利麵 都是好吃的 選擇意大利麵 通常我會選擇 表面比較粗糙、粗糙的 看起來好像磨砂面 這些意大利麵 我通常會選擇這些 這些麵條、掛汁等各方面 都會比滑身的好很多 而且我都比較喜歡 通常如果我做海鮮那類的意大利麵 我會用扁身的這種 Linguini 如果我做一些 萊姆、Borganese sauce 我通常會選擇一些 比較闊身的意大利麵 例如Tagateli 或者Papadeli 這種意大利麵 因為麵比較闊身 吸收那些汁 或者你吃的時候 它就可以連肉醬 扯在麵上 所以做肉醬 吃重一點的醬汁 我就會用一些闊身 普通海鮮這些 我就會用Linguini 比較軟的Pasta Dish 我就會用Spaghetti 這一種 當然用哪一種意大利麵 都無所謂的 大家按照自己的方式 口味去做就可以了 我只不過是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用法給大家聽 這裡我就買了一些急凍的 越南海蝦 另外的材料 我就有些Cherry Tomato 洋蔥、蘿蔔、西芹 少許蒜頭 做醬汁那方面 我就會用這個 本頭番茄 另外, 橄欖油 橄欖油 我就用這個 初榨橄欖油 大家買一些 比較漂亮的意大利橄欖油 漂亮的橄欖油 和普通的橄欖油 味道可以差很遠 建議大家 就買一些比較漂亮的 自己在家裡吃 就買一些比較漂亮的自己去做 白葡萄酒 意大利鹹魚 酸豆 還有一些葡萄的 檔色菜, 煮太多了 今期做一些西餐的 我現在先浸一浸水 讓冰先解凍 另外, 蘿蔔西芹這些 全部就切粒了 現在全部都會一起拆 如果你不想切 就直接用攪水機 攪拌, 都無所謂 好, 剛剛切好洋蔥、蘿蔔西芹 比例洋蔥就是2 蘿蔔1 西芹1 現在我就會開始把蝦頭 剝出來, 和殼都剝出來 如果蝦線拆不出來 你就這樣把它剝開 然後把蝦線拿出來 這個蝦做完之後 我就會放一邊備用 好, 現在第一步 就煮這個蝦湯 需要這些蔬菜三寶 和蝦頭、蝦殼 炒的過程中 我就不會用這隻漂亮的橄欖油 我就會用普通的橄欖油去炒 現在中大火一直炒 另外, 這裡我會再加一塊牛油 讓它更香 洋蔥、蘿蔔西芹, 就放進去 讓它慢慢炒 炒到差不多了 我這裡也預先, 先加一點鹽 少許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因為這個是湯底 然後底部 大家慢慢看到 就會形成了一層 這些蝦子 在這些食物殘渣 在底部那裡 這間會放白葡萄酒 去搓拌它 現在繼續由它炒 另外, 放三片香葉進去 大家有什麼白葡萄酒 都可以拿來用 你喜歡用紅酒也可以, 其實多 煮海鮮這些 我通常會用白葡萄酒 肉的, 我通常會用紅酒 白肉就會用白葡萄酒 紅肉就會用紅酒 大家看到嗎 這裡就是食物殘渣 現在把味道放出來 一刮就沒有了, 對吧 你看 現在就等於酒精揮發 揮發了之後 就會加入番茄醬 和熱水 給食物殘渣 就混在湯裡面 湯已經變得明顯深色了, 對吧 這個湯吃 那就是把味道 把味道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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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味道放進去 把味道放進去 然後把味道放進去 好, 現在就等於湯滾 滾了之後 我就會調小火煮它 半小時 湯煮了半小時 基本上 所有的味道都煮出來 大家就可以 要不就把湯 把湯全部放出來 只是留下湯 不過這樣的味道 未必夠濃 如果你想它更濃 你就把它打散 如果你有攪拌器 你可以直接用攪拌器 或者用手攪拌器 去攪拌器 好了, 攪拌到它 大部分爛了就算了 現在我們只需要把渣 把湯全部放出來就可以了 在這裡全部倒進去 全部都爛了 好, 到差不多了 看到開始沒有水分了 這些就可以不要了 這個香濃的蝦湯底 就完成了 另外這裡我都準備了一些材料 有些車尼番茄 蒜頭 辣椒 不喜歡吃辣 就不要放 我建議放辣椒 是好吃很多的 這裡就是意大利客 所以要把南乳一條半倒就足夠了 另外有一茶匙的番茄 切出來的番茄 這些番茄有些香味 我也留起它 昨晚熬出來的蝦湯 還有一些蝦 煮意大利麵 按包裝的時間 在鍋盤上 我就加些挫炸甘蠅油 多加一點 我先把蒜頭放進去 讓它們先出味 現在蒜頭開始有點焦點 就差不多了 然後下一步, 我就放些蝦 另外, 我也放一塊牛油進去 加一點鹽和胡椒調味, 粗鹽 另外, 放了豬鹽和辣椒 我都放了 好, 現在先拿出來, 放好一邊 好, 在這裡繼續把番茄放進去 酸豆放進去 南乳 少許白糖, 少許可以了 大概一湯匙左右 再加入 蝦湯, 如果煮出來很少, 加點水就可以了 在這裡加兩盒 現在的意大利麵煮了大概10分鐘 我最後兩分鐘就會放進湯裡煮 意大利麵煮了大概10分鐘 把意粉放進去 把意粉放在這裡, 讓它慢慢煮 這裡也加多一點意粉湯 這裡慢慢收汁, 不過不要收太乾 你要的抹茶最後有一點汁在這裡 如果不小心收乾了, 就加點湯就可以了 現在比較硬, 我多煮一會兒 讓醬汁吸汁 大家記住, 煮的時候, 夠不夠 撐開看看醬汁多不多 因為有時候煮到軟味, 它噴噴的聲音 你看不到水收乾了 現在我也把蝦放進去 差不多了 你看它的醬汁開始要少了 最後就把番茄放進去 全部倒進去幾下就可以了 你看現在的意粉煮好了 剛剛好, 還有一些很濃的湯汁在這裡 又不太多, 又不會沒有 我盡量把它倒入 再去煮一下 不要淋了 搖 最後的醬汁也要淋了 這些是精華 然後再加一點橄欖油 這樣就完美了 少許 黑胡椒 放入醃製 完美 大家覺得這個麵怎麼樣? 這個麵好吃的,喜歡吃蝦的,喜歡吃意粉的 一定不能錯過意大利粉了 有沒有人要吃? 大家喜歡吃意大利麵 一定要試一下這個 好了,今期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2024年,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樣樣順利 拜拜